接下來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基本提示 這裡不在課本裡面 你們當會就要碰到我們要學的第一個計算的密度 我在這裡要告訴你 從現在開始到三年級結束 所有碰到 有關於計算 有關於圖形的 有關於表格的事情 你應該怎麼處理 第一個公式 你們國中所稱為的公式 其實很多是叫做定義 不過你也不用去分啦 國中生你也不要分到底什麼叫定義什麼叫公式 反正就是你要背的東西就對了 反正你就是要背的東西就對了 那些你心目中的公式就是你要背下來 你要背背才能夠進一步的解決問題 當然你必須要了解 公式到底是什麼 來這是你們大學的第二個公式 D點於V分之間 什麼叫做把公式背清楚 什麼叫做這個公式會有背好 第一個 知道中文的意思 英文叫做D點於V分之間 中文的意思叫做密度是單位集中所含有的質量 所以 你要知道它中文的意思是什麼 要知道它中文的含義是所為何 第二個 你背的公式上面寫都是英文字母 你要了解每個英文字母所代表的意思 D點於V分之間 D叫做密度 V叫做體積 M叫做質量 M叫做質量 英文字母 英文字母只有26個 每個公式至少有三個英文字母 你背的公式不只八九個 所以一定會有重複 因此你要搞清楚 雖然可能用同一個字母 但它不同公式的意思可能不一樣 比如說在末爾濃度裡面 M叫做 代表的是末爾濃度 V叫做質量 比如說歐姆定裡面 V代表的是電壓 代表的不是體積 所以你要搞清楚 你背的玩意到底背什麼 D點於V分之間 什麼是D 什麼是V 什麼是M 要搞清楚 了解每個英文字母所代表的意思 注意它所使用的單位 M的單位 D點於V分之間 M的單位是功課 V的單位是立方公分 你國二 所學的東西 大部分 都是用功分 功課 你國三 所學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用 功齒 功金 用的單位是什麼 不要弄錯 不要弄錯 還有一些單位是有名字的 還有什麼要換算 比如說 M用的就是功金 不一樣 不要弄錯 知憂生 第一次學聖考完 回來問我問題 問了好多 他就被我罵 不能被我罵 他問10題 有5題 是 把豬剉湯 另外5題 全部都單位弄錯 該用牛頓用功金 該用功金用牛頓 該用功勢用功分 所以就算錯 所以就算錯 好來問我怎麼回事 當然錯啊 但全部都不對啊 終於單位 第三個 限制條件 有的公式是有限制條件的 有些是沒有 這公式沒有條件 任何東西的密度都是B點1分之類 你只把B放進去 2放進去 打一個出來 沒有這個條件 但有的公式有 這個公式 下絕期最後會交 5點步驟 這公式 只能用在浮體 丟到水裡面會自己浮起來才能夠用 其他情況不能用 這公式 下絕期教 P點 A分是F 第一 他可以用在任何的壓力計算 任何壓力 只要找到面積 只要找到力 就可以算出壓力 但是 這個力 必須要跟面積垂直 你要找到有垂直的力 限制條件 F要垂直A 不垂直的不能用 這條件 你們有學過大概三個公式吧 三個公式 加幅力化是四個公式 是有限制條件的 方向一定要平行 方向一定要垂直 只能夠用在某種各種情況 要搞清楚 他的限制條件 極公式的藥 OK 好吧 請到這邊